從身體調理角度來說 我們的下腹會悶悶脹脹熱熱的 這非常有可能是因為 你下腹的燥火 怕排解不出來 那從我們的骨盆腔 有三條經絡會通過皮肝腎筋 只要將這三條經絡疏通開來 卡在下腹的燥熱跟虛火 就能夠有一個疏通的管道 今天我就要帶女性朋友 將我們的皮肝腎筋解開來 幫助我們可以放鬆我們的腹腔 理舟健康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十里山林基金會的樂真 今天我要對女性朋友 帶來一系列婦科養護的按摩 在我還沒有開始養生之前 每一次生理期來之前 總是要痛苦個七天 全身腰痠背痛 情緒不佳 工作沒有辦法專注 還有另外就是女孩子 非常容易下腹悶悶脹脹 著熱感 這個跟女性的年紀 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 有時候就只是因為 天氣太潮濕悶熱 有時候就只是因為 精神壓力大 情緒低落 生活作息失調 你免疫力下降了 有時候就只是因為你吃錯東西 吃了太燥熱的東西 我們的婦科 馬上就感覺到不對勁 這非常非常的折磨人 從身體調理角度來說 我們的下腹會悶悶脹脹熱熱的 這非常有可能是因為 你下腹的燥火 它排解不出來 那從我們的骨盆腔 有三條經絡會通過 皮肝腎筋 只要將這三條經絡疏通開來 卡在下腹的燥熱跟虛火 就能夠有一個疏通的管道 今天我就要帶女性朋友 將我們的皮肝腎筋解開來 幫助我們可以放鬆我們的腹腔 首先我們要疏通的位置 是腹腔的腹直肌 腹直肌的下方是我們的肝筋 刷三十次 慢慢的往下壓 接下來要按壓的區域是子宮穴 子宮穴的位置 肚臍垂直往下一條線 五個手指頭的位置 找到這個點之後 再旁開四個手指頭 左右兩側都有子宮穴 一樣的拿出拳頭 慢慢的往下繞 我們在推子宮穴的時候 要有一個意念 就是將下腹的熱跟燥火 往膠陰 這邊同時間是腹骨勾淋巴 腹骨勾淋巴是人體最大最大的排行 排度長 把這邊推開來 也可以促進腹骨勾淋巴的循環 如果在推子宮穴的時候 有一些位置非常痛 非常難耐沒有關係 越痛的地方要越溫柔 我們可以把拳頭放著 慢慢的推跟等 用等的方式 這邊還是會慢慢的鬆開來 我們整理完腹腔之後 下一步要捶屬膝 拿出手刀 捶30次 其實這一系列的按摩不只是女生適合 男生也非常適合 接下來我們要疏通的是大腿內側的乾筋 在我們疏通乾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工具 拿出拳頭 握緊之後 慢慢放鬆1公分左右 讓手腕可以流動 等等發力的時候 記得是從背 一直到手臂 再到你的拳頭 正確的使用身體才不會受傷 伸出你的左腳 乾筋的位置非常好找 它就在我們褲子這一條線的位置 由上往下垂30趟 我示範一下錯誤的垂法 這樣子不會有幫助 而且你的手會很累 要流動 有復刻困擾的朋友 這邊一定會非常痛 如果很痛的話 一開始可以輕一點點 把一股勁甩進去裡面 左邊完成之後 記得垂右邊的大腿內側 下一步我們要調理的區域 是小腿前面筋骨的皮筋跟乾筋 筋骨 前面這邊是皮筋 靠中間是乾筋 我們拿出手指頭用推的 慢慢由上往下推30趟 我會建議觀眾朋友在家裡用乳液幫自己推 你們有沒有摸到很多像石頭的小東西 那個就是氣節 就是卡住的地方 如果上面卡住的地方很多怎麼辦 我的做法呢 是譬如說我找到了一個卡點 我這一週晚上睡前就只按開這個卡點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樣的做法 我們把一個卡點 堵塞的點按壓開來 其實對全身都是有幫助的 好 下一個區域是 三陰膠 在我們腳內懷這邊突起來的是內懷骨 拿出你的四根手指頭貼好 往上 再進骨內側 這個區域就是三陰膠 我們找到這個位置之後 先用手指頭推一推它的四周 有時候你卡住的點跟不舒服的點 其實不一定是精準的穴位 那我們就要調那個你比較卡的位置 那就是你今天最適合調理的位置 在開始按壓之前可以摸摸這個區域的溫度 感覺它皮膚的粗糙程度 或者是它是不是腫脹的 我以前復刻非常不好的時候 這個區域都是冰的 然後會腫起來 一碰就很痠 我們拿出指節 由上往下慢慢推 我會建議你們每天都可以觀察自己三陰膠的區域 當你的身體因為健康的調理 按摩的調理 養生越來越好的之後 這邊的溫度其實會慢慢的提高 從手足對應器療條理這個學派 他們發現 在我們內懷骨跟足根的區域 這邊的對應區是子宮 外懷骨跟足根的區域 對應的區域是軟巢 我們拿出指節 由上往下 把子宮的對應區推30次 用這裡喔 再把軟巢對應區也推30次 這個區域非常需要保暖 包含是夏天的時候其實都不能吹到風 所以我會建議女性朋友們 平常外出如果去百貨公司 這邊都要包好 左側做完之後記得做右側 我們坐在瑜伽墊上 然後胸挺直 要把皮肝腎筋 在腳內側的位置摧開來 30次 有拇指外翻的朋友問我 他們如果摧不到的話怎麼辦 可以這樣子摧 最後進入收尾 我們將雙手放在腳骨上面 感受這一系列按摩為身體帶來的流動 我們可以閉上眼 慢慢三個深呼吸 我非常建議 我非常建議有婦科不適困擾的朋友 這一系列的按摩每天晚上都可以進行 甚至可以進行一到兩次 如果有哪一個項目是你覺得特別有感覺的 也可以多增加次數 如果都沒有時間的話 每天一定要做垂肝筋 因為垂肝筋對於舒緩下腹的燥熱幫助非常非常大 希望這一系列的按摩可以給你們帶來幫助 我們下次見 拜拜